第35題 關於影響化學反應數率的因素 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這四個選項都在講催化劑 我們說過催化劑要了解 催化劑有做什麼 沒做什麼 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我們說催化劑有參加化學反應 但是沒有改變自己 所以B選項說催化劑沒有參與反應是錯錯的 那麼催化劑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催化劑能改變反應數率 我們就是讓我們在單位時間之內產量 增加或減少 我們在國中所取的催化劑都是加速反應的 都是使它產量會增加 所以它諸選項說 無法改變單位時間之內的生成物的總產量是錯的 那麼催化劑不能做什麼 不能夠改變化學平衡 不能夠使不發生反應的變得會發生 不會增加或減少生成物的產量 所以C選項說 催化劑能增加生成物的總產量也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只有A選項是對的 催化劑可以改變反應數率 國中所學的都是加快 它的反應快慢 所以我們第35題問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A 多數催化劑可加速反應的進行